我有訪問林佳龍市長 在廣播電台 那他有特別說 如果他做市長 他要補助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輩 裝甲牙 為什麼你有這個想法 這個我在臺中市長就做過 具體可行 不只 現在桃園市 臺南市 高雄市 都有補助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輩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來補助裝甲牙 那為什麼新北就是不可以 那這個其實起源是因為四年前 那時候蘇院長跟侯市長 在競選的時候 有這個證件 結果你看四年來 那新北的長輩們 又苦苦等了四年 那如果真的讓侯市長再做四年 那我們的長輩 又有四年沒有辦法 來做這個甲牙 那問題背後就是所謂的 那個侯市長講的 新北市民是二等公民的問題 當我們在講說所謂臺北新北 就是說臺北是首富之都 那新北好像被比下去 說我們希望新北超越臺北 那這形成新北人的認同 要有新的新北市 可是我們連旁邊的桃園 我們都被比下去了 所以我在講說所謂長輩的莊者牙是具體可行 人家在做了 那侯市長就是不做 他也不理你 所以我就提出來說 以新北來講 我們調查過 大概目前有立即的需要 大概四萬名六十五歲上的長輩 我們如果說這個新北的物價比臺中高一點 我們算是一個人五萬塊的補助 你要知道補助甲牙 他對於我們長輩 五萬一人五萬 一人五萬 那以這個數目來講 大概是需要四萬人是需要二十億 因為我們書部有調查 就第一任 第一任 第一任四年內 那你看你一年這個五億 你看臺灣的整個社會福利 其實新北 在我們社會福利的人均預算是最低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拉到一等公民 六都人家都在做的事情 我們不要講說我們要爭第一 我們不要一直持續維持二等 OK 那新北市針對你這個講法 他有回應 新北市衛生局說 現在新北市的補助是這樣 是六十歲以上的低收入戶 六十五歲以上的中低收入戶 還有五十五歲以上的原住民 中低收入戶 那麼全口四萬四 半口兩萬六 兩萬二 但是從一百零八年到今年六月 顯然他是從一百零八年才開始補助 總共補助了兩千三百人 補助金額是四千八百萬 那你是所有人 是有需要的 你都可以六十五歲以上 對 因為我們裝假牙 不會一輩子裝很多次 會排富嗎 我們就是需要就來裝 為什麼 因為真正很有錢的人 他會去植牙 他的價錢超過這個 我們這個是基本款 可是你剛剛洪怡大哥講 這個根本就不是侯市長的得證 這是中央 衛福部相關的政策跟預算 他現在很多問題 就是說都沒做 然後都把人家中央做的 比如停車場的補助 還有這些老舟銷售的改建 還有斑斑有冷氣 深深有這個這個面板 他把中央做都變成 他的政績在地方宣傳 所以才會有周勝考 在那邊下跪嘛 因為發現說裡面 這個預算四分之三 都來自於教育部跟交通部的補助 那我覺得說不要這樣一直增工 然後尾過 然後就是不認錯 所以很多的政績是大家的 我們也肯認地方政府也有貢獻 不過那時候他就說財政有問題 是 為什麼人家桃園可以 台中可以 台南可以 高雄可以 就新北部可以 那是不是坐實了 這是侯市長講的二等功名 確實人生 我覺得我們出生是一無所有 回去也是一無所有 但這個過程可以無所不有 所以我真的是寫過一本書 叫《靈雨無限大》 那我的人生觀就是說 我想去磨練 去尋找挑戰 我會讓生命更有意義 所以剛剛四平兄講 為什麼二零零五年 那一次的縣市長選舉 我會持官參選 其實我的想法就是說 因為兩千年第一次政黨輪替 而兩千零四年陳水平總統 又再次連任 這個時候我的階段性的角色 先告一個段落 所以要嘛我就回到學界 要嘛我就去磨練 接受民主的吸引 而那個時候我的思考就是說 中部是比較辛苦 比較困難經營的 所以我都是挑那個困難的 我去自我挑戰 而且我就決定蹲點了 這個中間的委屈 這個是真的是不為外人道 但是對我來講就是一種體驗 所以我其實到交通部的時候 那時候蔡總統也是跟我講說 其實這個角色最難做 一直找不到適合的人 那不然以我的狀況 他也可能會有另外的安排 那我就是一聽到這個又是難做 又是挑戰 那我就又有這種使命感 我是到現在為止來選新北 其實最後打動我的也是 因為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而別人不一定能夠承擔的時候 我就出現了 所以你知道一生回顧 有時候我的抉擇 好像有一點去尋找逆境 哪裡難的 你哪裡挑戰 不知道是我找事情或事情找我 但是確實事後來看 都是挑比較困難的 莫長那你這一次在這個 比較困難的這個地方 你怎麼看待你的對手 你覺得他十二年來 你對於他的形象上面 他這個人 你的評價是什麼 你怎麼看這個人 其實侯市長是沒有被檢驗過的人 所以我是覺得 其實才剛開始 大家不要去從表面上的民調去看 我們都不會認為說 開出來的票是現在這個數字 當然 那我自己也講過 武俠小說裡面講的 他強由他強 他痕任他痕 我治一口真氣足 我這個人的做事就是 我自己很清楚我的坐標 我的方向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過程 怎麼樣糾集志同道合 我們要打一場精彩的選戰 話不可能為可能 我在台中十年某一見 我面對是當時馬力強 最強的胡志強 沒人要去 我就去了 好 那我們現在又遇到侯市長 侯市長的問題 其實他就是講說 我們要認真工作 要希望腳踏實地 然後我就是每一天都做好 說實在的 市民最大 為什麼不能夠比較誠懇的去面對 大家的問題 問實答 為什麼 他這個有一個過程 他崛起的過程 但是我舉一個聖經裡面的故事 他強不強 聖經在舊約裡面 就是大衛跟哥利亞的故事 哥利亞是一個很壯的勇士 像一個重裝的步兵一樣 那以色列最後派出的是一個牧羊人 一個矛頭小子 最後大衛打敗了哥利亞 他是用智慧 他是用很精準 他是投石手 五顆從西邊撿來的石頭 很精準的就打到了這個巨人的要害 所以我說好戲才上場 大家會看主帥的工坊 兩軍對勢 不管是組織文宣等等 那總之這個蔡總統跟黨徵召了我 我就會全力以赴 我會組織一個最強的團隊 那團結要從自己做起 所以我就開始找到這些 包括不管蔡總統 他借降這個習奧秘書長 或者是蘇院長 把他訓練出最好的團隊 都來做我的總幹事 或召集的 我就是為了這個目標 我作為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最大也最小 我就是要服務所有我們團隊的人 那我們一次一次的攻坊 我認為 也許像這個大衛的五顆西邊的石頭 我們五次攻坊 我請台灣人好好來認識林佳龍 來看我們體檢侯友宜 那我們讓他做十二年 他給了一個我們什麼樣的心扉 而如果讓林佳龍有機會做四年 我會讓新北超越台北 我會讓新北人有認同 新北是真的新北市 不再是舊的台北線 那最後當在舞台上辯論 侯市長 你可以接受林佳龍的挑戰嗎 大家平起平坐 尊重選民 然後讓我們幾次攻坊 就像說他跟我講說官民山 看這個大台北才可以 不可以從陽明山 可是侯市長你知道 陽明山有一半的轄區是在新北市嗎 那問題不是新 官民山跟陽明山的問題 是要從空中看 整個首都圈 這就不會有本位主義 那我認為最後當幾回合的交鋒 大家來選擇 我相信這非常精采的選舉 你剛剛講到 我的對手是超級強大沒有錯 但是我不會這一個懼怕 我會尊敬我的對手 我也希望他尊敬我 我們一起來尊敬人民 最後的選擇 那你剛剛講說 希望他能夠接受你的辯論的邀請 對於辯論有什麼計畫嗎 具體的 我都可以配合他 就像我曾經在被記者問到 我說我們各考三題 甚至我認為辯論的時間 方式 主題 甚至提問的人 我們如果公平的話 我們各自都提一半 但是如果他覺得不放心 那我會讓他來提 我就應戰 可是他不理人怎麼辦 他不理你怎麼辦 那人民就會看 他上次就是不理蘇院長 可是人民是 是國家的主人 民主是人民做主 當人民在做主 在產生誰來去治理的時候 我們這個應徵工作 的仆人 我們都不願意跟主人講 我要當市長 我要做什麼 這個就會是讓人民覺得 你怎麼那麼驕傲 就像哥利亞一樣 最後會被大衛給打敗 做什麼事 我們還是可以做什麼事 我們還是要做什麼事 我們現在看到了 我們還是要做什麼事 我們是世界上個 我們是世界上去買的 那樣子 我們還是要去買的 我們還是要買的 我們還是要買的 我們還是要買一個